過去兩年多的疫情,SOCO在商界基金會個人捐贈的支持之下,支援了超過兩萬的基層家庭抗疫。 亦都組織了基層的居民和社區移工造成跨界層的抗疫移工隊,盡力幫助貧群社群和社會過渡難。 在未來的日子,SOCO邀請大家一直繼續為基層的權益而努力。 非常佩服社協,他們是冒忘初心,多年來都是協助社會最弱勢的一群。 今天他們這個疫情疫情的展覽會,我知道是有攝影的高手拍出來的, 剛才看一看照片,已經發現是很有深度。 並且透過這些展覽更加了解,我們香港雖然是一個很發達的社會, 還有很多居民是過著一些很艱難的生活。 我們應該怎樣關懷他們,支持他們呢? 令到社會有更多的公義,是非常值得我們思考和繼續支持的。 在社會上的市場上的現場,就算他們需要去喝熱, 哪有些 Boulevard,好經過! 在社會上的市場,最期間跟你對方會有更多的烤。 亦在社會上亂去過頭髮。 小便要再在社會上鯉嘴的禁定اث體。 感谢观看